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头中正是押服刑场前 宪兵给四人喝酒践刑 原来黄德林 汤金华等四人是台湾苗栗人 除了吴成勇十年二十岁 其他三人都为十九岁 因在1980年凌晨 四人在大街上抢劫一女子财务后逃走 被警方逮捕 移交军事法庭审判 考虑到戒严 抢劫等因素 而被作为典范判处急刑 他们也没想到会如此结果 但已无后悔要可吃 现在的画面中是六点三十分 四人吃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餐 便被宪兵带出了军事法庭 坐上球车前往行刑地 而这中间的几十分钟也是几位年轻人的生命最后时刻 镜头中是执行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而接下来几人已经被带到了执行点 由于执行程序未全部公开 也只留下了在外的镜头 还可以看到在楼顶高处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他们都是提前得知刑刑消息 而站在此处进行等候 其中不患有四人的亲人 随着枪响 四位年轻人的生命也结束了 而在最后的时刻 四人也是惭愧的痛苦 交代自己的不良行为导致恶果 希望别的青少年别像他们一样 最后 四人的尸首被殡仪馆工作人员抬住 画上了句点